吝点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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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观众 我是NoYad 今天真的差点就没办法来打了呢 这个雨下了实在是太过的恶意 这个礼拜这把MK18 它遭遇了一些问题 HalfP好像有问题 导致下压痴的那个幅度每次都不一样 因为有点懒得找原因了 所以我就买了枫叶最近出的 2023年版的G7K的HUB座 结果装上去就出问题了 现在我使用的是好朋友它一气相挺 提供的一颗小辣椒皮 我把它装上被我替换下来的 旧版的枫叶HUB座 这个弹道看起来相当的稳定 只不过因为我的弹中是0.45克 调整那个滚轮的时候 好像几乎快转了一圈 这在调整的时候确实会有点尴尬 这把ICS High Kappa目前还是原厂状态 表现到目前位置都还是相当满意 截至目前位置已经达了3416发 我暂时还是想不到 这东西可以改什么 我们就立马进入战场吧 这个第三场是我的第一场 我非常的晚进场 不过这场发生了意外状况 我们就赶快跳到那边看看 由于这场我方并没有人进CQB 因此这一侧会被完全压制打 我在这边单纯就是斜防而已 不过CQB这边有一些木箱被设置进去 所以某一些角度已经没办法直接看到CQB里面了 所以我转移位置并观察其他的方向 而意外就是发生了这么的突然 我突然就被击中了 那一发子弹 不偏不移的就打在我的X上 我充满了惶恐 居然使用这种绝子绝世的攻击 现在的玩家难道都玩这么大的吗 小的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赶紧推散至下一场 第四场开始了 这场我迅速的跑进CQB里面 很快的我抵达了目的地 刚好就遇上冲进来的地方 看着帅气的黄医师 然后我就被公平大喊了 然后我就遭受了不明来源的火力 大概一分钟之后 诶我被偷拍了 而且就那么的刚好 几秒钟之后发生了一个激烈的冲突 一如往常的我打歪了 就在子弹一直打过来 我又找不到机会探出去的时候 我就发觉这个声音怎么越来越大了 队友似乎也发觉了异常 所以稍微走了过来 我决定换成手相来应对 接着就撞见了他推过来 我连忙攻击 但好像有打中又好像没有打中 也许我那个时候应该要丢射榴弹的 冲突结束后 我又意外找到一个人 突然就被我打到了呢 下一次的冲突也来了相当的急 不过我想的是我没有处理好这个情况 因为敌方已经确实的压过来了 里面走过来了 里面走过来了 接下来这边 我自己开了太多的防线 除了要注意我侧面之外 我还去注意了前方 哪里 必须说真的是有点措手不及啊 我没有打到你八个 为什么我会说我没有打到呢 因为在那个瞬间 我其实看不到自己的红点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打到哪了 两分多钟以后 我人就卡在这里 我这个位置其实已经莫名其妙的被敌人曝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看到 总之我的周围似乎不少敌人存在 所以我开始积极地扩展我的视野 不过这时有一名敌人进入了画面 当我注意到的时候早就晚了一步 所以我决定收出手榴弹来反击 而他却冲了过来 就这样子我不只吃了子弹 还用手榴弹鞭尸自己 这实在是太悲惨了 这一场我放弃CQP是屈居于烈士 因为实在是打不太回去 不过最起码我们还能够死守住出生点的侧面 这是最令人开心的部分了 在这最后的一分钟 我知道敌人就卡在前方木板而已 这非常的近 因此我就尝试接近来进行袭击 结果这边竟然冒出了一个人 打了两发却突然厚定了 这吓得我连空弹侠都丢掉了 就只求能够快速换弹 因为我的心机败露 我最后并没有去袭击我原本要打的目标 我虽然也有考虑从另外一车做袭击 但中央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敌人 外加上没有任何的障碍物 这一过去大概就是有去无回了 而时间其实也很刚好的要结束了 我们就进下一场吧 第五场我快速移动到中央的位置 老实说我已经做好被吸血的准备了 因为我的移动速度普遍不是很快 然而当我到达定位之后 一切居然就这么的和平 然后我就注意到 有数名敌人现在才缓缓的走进CQP的位置 因此我决定在这边驾着守候 然后我就遇到了第一名的敌人 成功收掉这名敌人之后 我意外又发现另外一名敌人 最后刚好敲到了护目镜 这声音才是有个响亮的 就在这之后的20秒 敌方复活并往CQP里面推进 我跟这名队友在完全没沟通的情况下 同时进入了CQP里面 过往这里是四个房间的设计 不过现在已经被踩了大盘 停顿在这快三分钟的时候 我明确的知道已经有敌人从我的身旁绕过去了 但是我很冷静地继续待在这里 我默默地等着敌人全都走过去 然后再毫无声响地做侦查 在这第一次的探头 因为这位刚好看到我们家的位置 确定并没有队友在看我 我便继续往外探 很快我就目视到了一个目标 但我并没有马上射击 我必须确定到底这边有多少个敌人 敌人分布就像画面上这样子 我从最危险的目标开始收 并开始搜索剩余的目标 到这个时候都还蛮顺利的 只是当我往中央看的时候 我马上就发现一个人 当我判断出他手上的东西是手机的时候 那早就已经来不及了 而为了停火立刻改变姿势 那个下场就是直接滑倒 就这样子我尴尬的骑身 然后开始招呼对我往这边陷阱 却会属于我们的地盘 快进来快进来 护车快进来 护车就好 看走道 我们这进来的人不多 所以我认为只要能够避免他们知道我们的侧面就行了 在有余力的情况下顺便清扫其他的方向 在长达三分钟之久的抗战 我们这边也不断的出现伤亡 但是这条防线依旧是守得好好的 这时候我决定丢瓦斯手榴弹 但我要丢的目标恰巧逃走了 使得这次的轰炸失败了 后来我决定在同一个位置丢烟雾弹 敌方刚好卡在角度让我没办法探头 然而这颗烟雾弹却悲剧了 他的影线似乎没有瞬间的烧进去 这让我好尴尬 30秒之后我决定再丢另外一颗烟雾弹出去 我已经在考虑要往前突击了 只不过最后在我丢出烟雾弹的时候 刚好游戏时间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我去找我的烟雾弹 我很快就发现我丢了第二颗烟雾弹 但是让我纳闷的是 我同时也发现了第一颗烟雾弹在发烟当中 我还以为他是稍失败的 而且这个延迟时间比我预想的20秒钟还要久 这应该延迟了30-40秒左右吧 这一批影线的品质真的是有点不太好 真的得回去看看怎么会解决这个问题 年轻人快跑快跑 哎呦为什么你折返跑了 好啦这个第六场并不是因为很精彩 而是我发现了一个很靠背的点 特别是在打横向场的时候 那个位置真的是异常的强了 我们就有切到目的地 有没有看到这个小窗口呢 它刚好能够容纳一个头的大小 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这个点几乎把这个范围给封锁死了 然后这些障碍物完美的遮蔽了自己 由于平常没人在用这个地方 被攻击的时候真的是会莫名其妙 然后来几个就打几个 随心属于毫无压力 只是说这边也不是绝对的安全 就像我现在多次探头之后 莫名其妙有子弹过来了 因此这边的使用时机 各位还是要自己抓好啊 那这场的重点大概就是这样子 目前我每周来打生存的目的 都是为了这颗烟雾弹 今天我的烟雾弹 其实有更动萤火线 虽然我目前为止 燃热成功率都是100% 但是因为萤火线的关系 出烟的状况真的会不太理想 以现在这个来看 其实是有点爱烧不烧的 所以原本我都已经开发完毕了 却因为材料的变动 我必须继续延长测试的时间 目前已经找到了替代方案 接下来要进入一段测试的时间了 努力追求品质 我才好让这个烟雾弹跟各位见面 那最后来讲讲这颗 ASG的手榴弹 多次的试丢之后 我发现它出速有点不太够 因此我稍微加大了一点出气量 所以今天就来测试看看 看看究竟有没有差别 他就直接撞我的父母镜 用肉体体验一次之后 嗯...好像感觉不太出差异 或许还欠缺了什么东西 好啦那今天的生存影片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如果你非常喜欢我制作的影片内容 欢迎透过这些QR Code的栏目 按赞追踪跟订阅 期待在下一部影片也能见到你 我是Noelker